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2020年 苹果发布iPhone12时 故意在国内营造的超磁晶面板概念 其实 这个就是纳米微晶玻璃 本来它想借此争取2-3年的领先优势 结果 仅仅一年就被中国企业打破技术垄断 这家企业就是华为投资的重庆新井特种玻璃 一说起玻璃 大家可能觉得 这有啥可稀奇的 但是啊 加上两个字特种 它就不一样了 特种玻璃非常广 各种定义密密麻麻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所以它的用途也特别多 小到家居 医疗 大到军事和航天 它都是一种重要 甚至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特殊用途的玻璃都被国外给垄断了 尤其是手机领域的玻璃 由于需要抗滑 耐摔等要求 属于特种玻璃中技术含量最高之一 一直被美国康宁 日本旭萧子长期霸展前两位 但是2021年 这种状况有所不同了 重庆新井特种玻璃在微晶玻璃和高铝硅玻璃 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关键这玩意儿还量产了 搭载在华为和荣耀手机上 纳米微晶玻璃和高铝硅玻璃是特种玻璃的一种 华为搭载的纳米微晶玻璃 适用在手机玻璃盖板上 所以要彻底了解这个技术有什么 还要从手机玻璃盖板开始说起 时间回到1952年 康宁公司一位科学家在研究新玻璃的时候 不小心将温度调高了300度 这原本属于操作失误 按道理这块玻璃应该报废了才对 偏偏奇迹发生了 它不但没坏 还变成一块强度更高的玻璃 摔都摔不坏 然后这块玻璃就被科学家命名为微晶玻璃 微晶玻璃也是特种玻璃的一种 康宁公司一看微晶玻璃这么牛 看来可以搞事了 就设立了一个项目 Project Muscle 这个项目就是生产类似微晶玻璃的计划 这个项目他们没搞成 倒不是产品没组出来 而是产品做出来没人买 他们先在玻璃成分组成中加入铝 然后再将其进入钾盐中 钾离子是更强大的化学间 它在玻璃表面会有一层张力 可以强化玻璃的性能 咱们只要理解这样生产出来的玻璃韧性更大就行 这块玻璃的厚度就是4毫米 它的强度和耐久性都比普通的玻璃要高出10倍左右 其实就是现在的钢化玻璃 研究出钢化玻璃后 康宁公司高兴坏了 就想着推向市场 再搞出一些轰动的事情 结果这款产品市场化却失败了 主要是成本和技术还没过关 那时候的钢化玻璃技术还不过关 温度变化过快 很容易炸开 这么危险的项目也就被搁置了 一直到2005年 摩托罗拉发布了V3手机 首次用玻璃替代塑料盖板 虽然很惊艳 但是因为成本高 易碎等缺点 没能成为主流 但是特别耐看 康宁公司一看 这盖板玻璃虽然有缺陷 但是用我以前搞的钢化玻璃 就可以解决易碎的问题 结果乔布斯找上康宁 还给了他们一个窒息的梦想 一个敢想 一个敢做 两个牛人就这么双剑合璧了 2008年 当乔布斯拿着iPhone1 介绍我有一个超级大的屏幕的时候 这块玻璃用的就是 康宁大猩猩第一代玻璃 全称铝归玻璃 乔布斯的iPhone1后取得成功 手机正式跨入触摸屏时代 此后 康宁大猩猩玻璃在十年间更新数代 每一代都成为各个手机厂商追捧的对象 很多品牌的旗舰手机 都会以拥有最新的大猩猩玻璃为荣 中国手机品牌虽然也分到一杯羹 但是先发优势一直是苹果为首的国外品牌 最先更新的猩猩玻璃 通常是苹果和三星先用 中国手机品牌一般只能作为追随者 扩充产能之后才会轮到我们 苹果和三星就吃到了一波又一波的红利 不过就算是这样占到先发优势 苹果和三星也不满足 康宁大猩猩经过产能扩充 在大部分手机上普及之后 他们就很少宣传使用的玻璃盖板是康宁的 说白了 就是故意与国产手机品牌区别开来 免得掉价 除此之外 他们还选择合作的方式 来建立供应链的优势 其中苹果就两次注资数亿美元 支持康宁研究新型的屏幕 三星也与康宁合资成立公玻璃公司 就是打算在战略上占据先发有势 反观中国手机品牌 虽然做得足够强大 但是在一些核心领域还比较弱 或者处于跟随状态 高端玻璃盖板就是如此 2020年时 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 12系列手机 这个系列手机采用的超磁晶面板 手感和质感得到提升 苹果对这个材质非常看好 不仅在发布会上安排在第一顺位来介绍这个材质 介绍的篇幅也胜过其他功能 对于以创新出名的苹果来说 单独介绍一种材质 已经是打破它传统的宣传方式 它目的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再次占领品牌战略的高点 而这个超磁晶面板的材质 就是由康宁公司提供的 按历史的轨迹来说 这个好东西大概率不会是中国品牌商拥有的 在未来二至三年 苹果都将霸占这个概念 那么苹果能如愿吗 恐怕要让它失望了 时间仅仅过去一年 中国连续完成高铝硅钢化玻璃 以及透明纳米微晶玻璃等技术公关 甚至量产 并且在华为与荣耀3制真板手机上 都实现了量产装配 这里的纳米微晶玻璃 其实就是苹果营造的超磁晶面板概念 那什么是纳米微晶玻璃呢 普通的玻璃内部的原子排列不规则 如果把玻璃弄碎了 你会看到玻璃里面其实是一粒一粒的精粒 长得粗大不规则 而且精粒之间结合非常不紧密 这些精粒的存在导致玻璃很厚 但是很容易就碎了 铝硅钢化玻璃其实也是玻璃 但是它通过工艺可以将表面进行处理 让它比普通玻璃强度更高一点 微晶玻璃又叫陶瓷玻璃 它就是在玻璃内部引入金属氧化物 然后玻璃内部可以有规则地生长一颗颗像水晶一样的东西 就像陶瓷的内部结构一样更加稳定 这样就有陶瓷硬度、韧性和强度优点 也有玻璃的透光的性能 所以被称作陶瓷玻璃 纳米微晶玻璃就是微晶玻璃的升级板 是指玻璃内生长出来的晶体尺寸只有纳米级别 这样玻璃盖板不但可以做得很薄 强度还上升 那么问题来了 微晶晶体这么先进的技术 中国是如何攻克的? 其实答案就藏在康宁发家的秘密上 研发以及合作 中国工业种类很齐全 只是有些门类技术还处于积累的阶段 微晶玻璃的技术就是如此 早在2005年 国内生产微晶玻璃的厂家就已经不少了 当时的微晶玻璃大部分只用在电磁炉、微波炉等家电上 而且技术相对落后 高端的微晶玻璃被国外垄断 后来经过国家的标准制定 技术公关扶持 中国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 重庆新井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 重庆新井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才刚刚成立 当时他从事的特种玻璃属于国家战略公关项目 新井也成为重庆市重点扶持对象 他成长的轨迹几乎与康宁十分相似 就是不断挑战特种玻璃的技术 然后将他推向市场 2018年 新井就攻克了高铝硅钢化玻璃的技术难关 并且完成生产线的搭建 这个高铝硅玻璃就是大兴性玻璃的材质 借助技术的积累 还攻克了透明纳米微晶玻璃和其他特种玻璃 以往中国企业就算研发出技术和产品 也会遇到没人用的情况 因为国外的技术更成熟 品牌性更好 大家宁愿贵一点也要用 但现在不同了 谁都知道过度依赖国外有风险 所以很多企业都迫不及待想要国产替代 就算价格更高都要用 如果技术不成熟 企业还会帮助工厂去成长 这样十分有利产业链的发展 其实走的就是康宁公司的研发加企业合作路线 新井企业技术公关后就有生产线投产 还有政府以及华为这类企业投资 并且直接使用他们的产品 这在以前是国内企业不敢奢求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都有了 虽然它的技术还未达到领先 而且成本相对较高 只能搭载在华为和荣耀的旗舰机上 但是只要中国手机在用 愿意支持中国供应链 中国的微晶玻璃技术就可以快速地发展起来 技术成熟了 又可以反补国产手机品牌 整个供应链得到良性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手机技术走出国门 从做大到做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